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月19日的桑浦伦静 又说美国大选的时候 欢迎大家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看完片 还有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继续讲有些关于24个钟头以来的新闻 希望大家都收睇我前面的新桑海神州 希望我讲其他题目 大家都希望捧着牆 也希望点击分享 按赞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美国的总统大选现在剩下十几天 18天的时间 就会到最后的截止投票的时间 很多州已经提前投票了 我看到很多留言的人士 就是很多朋友捧我牆的人 都说他们家人已经投票了 多谢大家 希望大家鼓励更多人 去行使自己公民权利 这一点是重要的 你们的决定 影响到你们的安危 也都是影响到全世界 看着这个节目对人的一些安危 因为影响到地缘政治关系相当重要 不是说哪个总统当选都一样的 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说哪个总统当选真的有分别的 量的分别 质的分别都会有 希望大家明白 竞选白热化 大家都不断造势 民主党的策略 左派的策略 就是Blue Wall State 南长州 Pansylvania Michigan Wisconsin 当然 特朗普也都会在不同的州 奔走 不止集中在这些所谓的铁兽大的州 还要在其他州 甚至一些深南州都会去的 你知道他月底 极有可能会去到这个纽约 做这个造势大会 但是未来这个看着节目的时候 大家就不是主战场 是Pansylvania 就在Michigan 大家一起去造势 这一点就是大家观察一下 他们会说些什么 我等一下会说回 特朗普出席一个天主教活动 策盘的活动 说些什么 这个很有趣的活动 很多人就说 特朗普在大嘴巴爆炸 在酸油毅做什么事 首先要了解这个活动的背景是什么 就是我们会说到 另外就是卡玛拉 他就是造势的时候 开始发炮攻击特朗普 不是假扮好人 特朗普就一直说什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先不要带你的帽子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就是特朗普的说法 那你知道卡玛拉 他最新的口号是什么呢 Make America Joyful Again 就是使美国更开心 再次开心 就是我们是荒谬绝伦 而且是 不是叫Mega 是Maja Make America Joyful Again 就是我的问题 谁在这三年半执政 就是我们说 在这三年半执政 在这三年半执政 就是我们说 全是因为特朗普 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我就说 选举如果搞到这样的话 就很难看 谁现在是incumbent 谁现在在执政 大家要搞清楚 先 所以第一件事 会在Majigan做势 这个第一 第二件事 这个卡玛拉 就拉起奥巴马夫妇 一起 是同台造势的 据路透社的报道 Berek Hussein 奥巴马 和Michelle 奥巴马 仍然深受民主党 村民的爱戴 预计他们 就会在选战最后阶段 带来强而有利的支援 就是最后打强心针 而卡玛拉 要在激烈的 战况的州 选出Battleground States 去选选 取决于忠实的 民主党人的投票率 希望找他们 使这两个人 去催票 是催票还是做票 还是催票又做票 我就不知道了 美联社报道 根据一位不具名的 卡玛拉竞选团队高层表示 卡玛拉将会在10月24日 在Georgia和奥巴马一起露面 并且在10月26日 在Majigan和Michelle同台 两夫妇就要分开不同的地方 去和他一起站台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然后大家看到 卡玛拉 就找到Michelle Michelle Obama 在这次的选举周期 第一次参与竞选活动 因为盛权过 他是不是参选 美国总统后来说不是 Michelle Obama 不参选 但他现在力挺 宁愿做幕后的渣庄人 你想做光碎 还是想做慈禧 That's the choice 那一定是个个做后面的 瑞廉听证的人 那无论是Baret Hussein Obama 还是Michelle Obama 基本上都是希望在后面做影武者 他这次参与这个造势活动 希望帮卡玛拉竞选 今年较早的时候 Michelle曾经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演说时毫不留情指控 特朗普以散播恐惧 获取权力 我真的不知道 他完全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跟着这个只不过是政治人物的夫人 然后之后你用这个地方 来不断呢 为这个 就是 对方 就是为自己的党友 是这样做勢 对对方作出这样的攻击 我都很荒谬的 就是你不会见到 Melania 会这样做 Melania 雍庸华贵 OK 他也都很清晰地表达出 一些概念 他会支持他老公 但他不会这样 说对方 是以散播恐惧获取权力 It's not the way 这个是政治人 才要做的事 不是政治人物 是夫人要做的事 OK 奥巴马最近已经在摇摆州 为卡玛拉助选 但在宾夕凡尼亚州 Pittsburgh的造势活动上面 奋斥黑人男性选民 对女总统又已经 招致很大的批评 这是第一点 另一件事 就是说 芬泰尼是鸦片类的毒品 中国制造 全入美国 衍生好大的问题 他的家属 即是一些死难者 死人 即是吃过量芬泰尼 而死亡的人士的家属 就是今天 向美国贸易代表 大级 Catherine Tai办公室 提交请员信 要求调查 中国在助长 美国合成类 美国在特朗普时代 对于中国制裁的法律依据 这些家属希望采取 贸易反制措施 包括向中国商品 征收至少 Fifty billion 五百亿美金的关税 Very good You learn it OK 这个也是我觉得 特朗普大力起大家 关税 OK 关税是什么 罚款 OK 中国是全球最大化学品生产国之一 Chemicals 而这个Petition 也指控中国政府未能有效打击毒贩 用于制造非法分泰尼的先驱化学物质 precursor的进口 即是为不断将这些制造分泰尼的原材料 先驱化学物质 Precursor将出口 这种不作为 其实不是不作为 故意中放 使得美国损失价值数兆美元的生产力 说真的习猪头 如果真的要控把关出口的话 以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他的能力 怎可能把关不到出口呢 明共产党都是投毒入美国 这个导致到美国的医疗成本上升 执法开始增加 很多人死亡 执入大量的分泰尼 整个国家 就是基本上 用这个所谓的新鸦片战争 去对抗这个美国 去侵害美国 侵略美国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就在2022年的分析估计 类鸦片的药物 包括分泰尼的危机 在2020年令到美国损失1.5兆美元 1万5千亿美元 1万5千亿美元 政府数据显示 贸易行为影响 包括那些令到美国商业活动 面临困难或限制行动 任何利害关系人 都能提出请愿 而USTL必须45天 决定是否展开调查 USTL的发言人表示 机构只是审查这份partition 而美国的Willie Ryan LLP的律师 Nazak Nikata 也代表被害者家属提出请愿 他说给路透社知 由于分泰尼承引 削弱美国的劳动力和经济 这个问题完全属于USTL法定的权限范围 我希望这件事 将来有接棒 尤其如果Trump真是当政 如果当政的话 可以基本上 民间有这样的力量 而官方也是 声声双声 基本上 民间有民事的杀赏 但同时候 官方USTL 也可以继续跟进这个案件 制出 数以百亿计 现在的五百亿 五百亿美金的杀赏 同时配合整个美国 对中国的大阻吓战略 大震慑战略 怎么去做 还有 武汉肺炎 中国病毒 我们一起揽炒中国 好吗 中国病毒 武汉肺炎 杀赏 关税 分泰尼杀 关税 接着一大堆 60%以上的中国 即60%以上的关税 但当然民主党 那些人说不要不要不要 即会说到 make America joyful again 民主党想搞什么 那当然 我再说一些其他支持的事情 先说到一些 他们造势的内容 俄罗斯侵略乌亚 大家知道 Trump是怪罪 对习伦司机 根本不应该让这个战争开始 Trump在17日出着一个博客Podcast节目里 这个战争的责任 很大程度归咎于习伦司机 根本他不应该让战争开始 本身就应该和俄罗斯达成协议 现在今时今日 习伦司机是Trump说他见过最厉害的一个推销员 每一次他来我们就给他一千亿美金 历史上哪个能够得到那么多钱 从来没有这个最厉害的人 这个不代表我不想帮他 因为我在乌克兰的人民感到非常难过 但是他根本就不应该让这场战争发生 这场战争本身是一个失败 而《纽约时报》17日都指出 Trump的这段说话 就是颠倒是非黑白 但是Trump就说得很清楚 就是 扎连司机应该要和普京达成协议 避免战争爆发 上个月在北卡州的造势活动上 Trump说那些城市已经没有了 但我们还继续将数十亿美金 被一个拒绝达成协议的人 今天Trump就有关俄乌战争的公开谈话 令到这个民主党人和乌克兰相当担心 就不知道他怎么去处理这个冲突 我也说过 不知道为什么 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再说一次 不割药任何土地 乌克兰不索失任何主权 但有被占领的地方 变成非军事区 乌克兰军队不能进入 俄罗斯军队不能进入 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 不加入任何联盟组织 俄罗斯不准再侵略这个地方 我问过很多 最近我去过淡江大学做过演讲 大义有班学生 有来自不同世界不同领域的 有台湾的学生占多数的 我做过Po 因为现在要slido 即是直接在班上做投票 我做了很多这些东西 班上投票 你发觉结果是什么呢 我说了几个方案给他听 A就是说继续像拜登那样打下去 永远支持乌克兰 或者长期支持乌克兰 第二样东西就是刚刚讲的 这种东西了 刚刚这种非军事区的设计 我发觉到 其他答案比较选项少些 就是没有人选 我发觉到有七成的学生 是选择我这个答案的 你可以跟那些 香港的评论人 左交去讲一讲 我跟那些 他已经大二了 20岁的学生问这个问题 他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和常识 告诉大家 这场战争要结束的 这个结束的方法 就是这样的方法 大家有看面下台 而结束 你不结束 你要一直打下去才对的 哇 你是wool provocator 这是什么呢 这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明白 好了 接着呢 我们讲回另一则的新闻 就是当然了 哈马斯的领袖 大家记得了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军事行动 他取得重大胜利 17号宣布殲灭新华 对这件事 他的领袖 神华将他捏头 华尔街日报 随即发表社论指出 这个是加薩走廊 马向停火 以及结束哈马斯恐怖统治的一部 他说如果以色列 是听了拜登的说话 不打 不砌 不炮轰的话 嘿 新华都不会死 恐怖分子现在还活着 可见就算连左部 都顶着拜登不顺 顶着布林肯不顺 这帮无能的人 听你联合国 听你美国 死得了 所以说一个国家有底气 有能力 我不理你 美国强国怎么看 我要打就要打 OK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雅湖17号晚间发布简短的影片说 我今天站在这里宣布 那时候呢 耶耶耶耶耶耶神华 就终于被消灭了 耶耶耶耶神华 哈马斯将会不再统治加杀 战争还未结束 OK 打败猎头 这个广告组织好像很多的sells 他们依然会有人涌出来的 就是真主党十几个人 杀剩两个都有两个的 春风吹有生的 一路打 打死了为止 所以说 以色列是不会停战的 无论你美国怎么叫我停都不会停 再加上 我肯定 这个以色列 内塔尼雅湖 也都预计 特朗普极有可能成为美国下任总统 或者极有可能 有可能 成为美国下任总统 只要有可能 这个战争不会停 因为特朗普一定会支持他到底 OK 以色列正是因为有 好像内塔尼雅湖的人 手土有功 你以为只是Defend 不可以 一定要Defeat 我不是说过 Deter Defend And Defeat 你最后还是Defeat 但你在Deter的时间 你不会说要Defeat 不如你直接去Defeat 这个已经是 整件事搞到 突然之后 不会这样 一步步来 OK 人生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一步步来 Wall Street Journal指出 先华 据相是去年10月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发动集击 导致上千人被屠杀事件的主谋 这个主谋终于死了 以色列如今实现的军事主要目标之一 就是 击杀 杀死的先华 如果 幸运的话 这个将会是 朝着加薩停火 结束哈马斯 这个地区 恐怖主义统治的 买出重要的一步 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看到 以色列能打仗 打胜仗 击杀哈马斯的先皇 也都对于 黎巴嫩的 这个真主党的领袖 哈山 纳斯拉拉 和其他哈马斯和真主党高层 就是 基本上 完全将他杀死 如果 内探里亚胡 一直做一个 苦手贴耳的蔡英文 一路听着美国拜登说的那些话 唉 这些这样的恶棍呢 到今天 都生活得非常好 正因为 劍及利及 才能够击杀 所以如果真是 中共有一天 打台湾的话 这个最后要去到 真是一个 重要的阶段 Defeat CCP 真的要将它消灭 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 这个以色列 一个这么小的国家 甚至没有比台湾更小的国家 甚至没有比台湾更小的国家 都可以有这么强的力量 去有铁熊系统 挡住所有的飞弹 有这么霹力的手段 杀死 进攻自己 甚至要伤害自己 侵略自己的一些 恶棍 你说多么厉害 以色列 应该成为台湾的榜样 这种尚武的精神 也应该成为 未来香港人的榜样 香港现在被人压得很惨 但我们要没有这样的 勇气 恒心 毅力做好自己 不要交 不要看破红层 是应该尚武努力 这是我给大家最重要的忠告 好了 接下来看看 过去二十四个小时之内 究竟发生过什么 重要的rallys 第一个rally 就是Trump 这个与其话是rally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这次是相当有趣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有趣到 我都觉得挺有趣的 如果大家有关注历年的总统的选举 有一个event 双方的候选人都会去的 他们会讲笑话 或者有些辛辣的说话 彼此就是说 就是叫做竞选也是朋友 其实这个就是一席美国的传统来的 当然 近这十年 左右派对立很严重 尤其是奥巴马之后 左右派对立非常严重 通常这些情况 就变成互孙的一种做法 每个候选人用自己的方式 展现出他们的大道 可以说 劍及理及 一定要用 魏帝的方式 一见封合 也都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团结全美国 show 到大家 攜手为美利坚奋斗的精神 这个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 这个什么聚会 叫做A.I. Smith Charity Dinner 也在纽约 这个纽约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 给大家看 这个White Tide Dinner 就是白胎的晚宴 是会为很多天主教的前世全体 去募集数以百万计的款项 亦都是传统是给双方的候选人 一个机会 去讲一些无心插柳的喧话 帝话 甚至是开玩笑 这些东西是可以的 所以他们每个人 要写好一连串的笑话 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你说Trump 是不是满意他这个表现 他不满意的 你看回他之后 之后他说的东西 觉得这些帝下矮的东西 他自己都觉得 有些不是很满意的地方 但这个帝矮的方式 他比较用一个 轻挑一点的 挑皮一点的 周星驰说 挑皮一点的感觉 来去饰演这个角色 他在座的人 很多垃圾在那里 什么Chuck Schumer 都在那里 就是在那地方 又想秒他与不秒他之间 故气抛傻一部电影 看到他的样子有奸狗的感觉 很有趣的 就是你看回这些人的嘴变 相当有趣 有个Adams 曾经是民事欺诈骗官司 告赢过Trump的 那个检察官 都是在现场听他说话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完全是自己有的一个聚会 但卡马拉不出席 卡马拉即是录了一段影片 放在上面播出来 那就是说 Trump 说你这样做法 是deeply disrespectful 每一年每一次 都是大家去到这个地方 你这个卡马拉 常常都说 你不想这个节目 你不真心我们辩论机会 今天一比又有机会 同场 同场各自表述 你都不做 好 是吧 还要你自己去Wisconsin 竞选 是吧 That's the point Trump 会怎么说呢 他说 If you really wanted Vice President Harris to accept your invitation I guess you should have told her the funds We're going to bail out the looters and rioters in Minneapolis and she would have been here guaranteed 即是说 你如果 你要哈里斯 卡马拉 来到这个地方 那 你会告诉她 那 筹多个钱 给你呢 去帮那些 打家劫社的人 暴乱者 在明尼苏达州 即明尼苏达州 就是明尼苏达州 那些地方 把他们 保释 变得保释金 你这样说的话 他一定来 只要你筹款 为他 交罪犯的保释金 他一定在 基本上是讽刺 OK 他当然希望 天主教徒 能够投票给他 You better remember I'm here and she's not 你记得是我在这里 他不在这里 啊 所以这个最重要 这个是 直接了当 不会跟你打哈哈 OK 而Trump 也有很多 笑点 给大家去 即是记得的 譬如说 他都 质疑过 哈里斯 和这个 拜登 精神的状态 也都对于 哈里斯的 这个 老公 即现在的第二 先生 即哈里斯 卡玛拉尔 现在是第二 第二 第二先生 就是他的 配偶 就是Duck Amhoff 就是任德龙 就是Duck Amhoff的 婚爱情 OK 就是前一段 婚姻的 婚爱情的问题 那接着呢 也都是 开玩笑 就是说呢 这个 一些跨性别的 女士 也都说到一些 跨性别的 灵天经选手 可以去到这个 就是 讲这些跨性别的人 去参与这些 所谓赛事的问题 那么 他说呢 就是说呢 就是说呢 会不会 给几个 就是 自嘲的一些笑话 那么 他说 No I've got nothing 那么跟着呢 大家都哄堂大笑 那么 他就是说呢 看不到 就是 为什么要自己 打自己的几枪 而其实其他人 已经开始向他们打枪了 你记得 两次的 assassination attempts 就是说 我不觉得 我要自己向自己 去射子弹 因为其他人 已经向我射子弹了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圆过去 他又说呢 如果那些民主党人 真是想 就是 一个人 就不想在今晚出现的话呢 嗯 那么 应该呢 他们会 派拜登来 用这样的方式来 讽刺拜登的状况 那么 之后呢 那么 他们说到呢 拜登现在白宫 can barely talk barely put together two coherent sentences who seems to have the mental faculties of a child 就是说呢 他很难去行动 很难去呢 他说呢 能够用观的句子 能够说出来 就好像一个呢 小孩的一种 精神状态 一样 那么当然了 那么夸张的 没有了 这个是个 没有的智慧 啊 也都说真 这个人呢 也都 enough enough about 卡玛拉 Harris OK 而他也都 看到呢 卡玛拉 Harris 有自己录了一段 那段 就是垃圾的了 所以就不需要太重复 所以你看到很多东西呢 就是 Trump 直接面对 Chuck Schumer 这个这样的垃圾 就是纽约的参议院的参议员 也都是现在呢 整个参议院的民主党的多数党 多数派的领袖 OK 这一点是重要的 而且 就是 Latitia James 是纽约的检察总长 也都是 告Trump一些民事的 诈骗官司的 也都在这里 RFK Jr 就是Robert F Kennedy Jr 亦都在现场 亦都跟他的太太在现场 亦都跟他的太太在现场 那当然 Eric Adams 刚刚说过 亦都在现场上出现 那当然 他们中间很多唇槍舌舌劍 我就尽量省略 大家可以看 所以大家有些人 面目目 面黑黑 但是呢 亦都很多人 负以会心的微笑的 这一场的事情 你说Trump 是不是表现得很好 我会觉得就是说 他是对于 有政敌在场 那种冷嘲热讽的密度 是增加了很多 对于 未决定投票的选民 或者一些中间独立选民的 帮助不大 就是拉拢这些中间选民的帮助不大 但是Trump的性格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要求他改变什么 所以就说他自己后来都会觉得 可能有些东西说得太超过什么 就是打完场 但是我觉得他不大失分 就是我不觉得 it's totally bad no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加分的效果 但是绝对是这个 teasing around 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OK 这个就是我看到他的表现 好了 卡玛拉又做了什么呢 这个就是有趣 Trump就是做这个演讲 卡玛拉不去 卡玛拉去哪里呢 Where is 卡玛拉 Harris 这个就是fundamental question 他去了哪里呢 这个就是有趣 他就去了另一地方造势 那就是刚刚提出这个概念 Make America joyful again 因为Joy Olsen 就是他的支持者 就带着一个 Make America joyful again的button 这个就是去到卡玛拉 Harris的 这个rally Oson就说 I'm tired of her being so nice sometimes 觉得你卡玛拉太好人了 你看这个Trump 邪恶令人震律 Evil and scary 那他就说 我希望呢 卡玛拉能够使 Trump叫他收棠 叫他收棋 这样的说法 那些他的支持者 这样的说法呢 就是用这个方式 帮他纳喊助威 甚至说到 就是有些有部分的支持者 对于卡玛拉 上头片的时候也说 是啊 如果Trump加60% 中国货的关税 我们所有的消费物 都会呢 消费品呢 都会呢 大幅增加我们的金额的了 我想这个人呢 譬如说 很简单 他的邏輯是怎样呢 我今天 卖一桶糖 或者卖一些 产品 譬如 在买 假设 一顿帽 现在 譬如这些帽呢 这些帽呢 其实现在不可以 在美国 这些Trump的帽 基本上不可以 在中国製造 Made in America 那我假设 假设 不是事实 假设这些帽 是在中国製造 那现在一顶帽 譬如 假设 他在买10元美金一顶 如果你加他60%关税 我16元才卖到 今天就是百上加根 推高通货膨胀 百上加根 人民民不聊生 我再说一次 是不会这样出现的 Why Trump已经回答了你了 有没有看我之前那两天做的 就是 节目 今天如果你的帽 加10%关税 或者当是20%关税 10% 那你即是可能 顶帽推高到11元12元 因为依然都会有贸易 就是等于给多个利钱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pump into the Treasury of the USA Federal Government very good 但如果你加了60%的话 是没有生意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不是去其他国家买 或者说不要紧要 不在美国做 那结果是什么呢 会导致后果就是 这些工厂 就会由 即是单 就会不放置给中国 直接是由美国 15%轻饶薄富 税务比较重 这些税务比较轻的情况之下 比美国生产 这样的情况 你便使得第一 创造就业 第二 就算加价可能会比10元高一点 但不会到16 因为16的话 你就是中国道 不是16 那如果他美国生产便宜的 十二十三 但是你加多了这20 30%的话 你创造了多少就业 继继调数 随便有精 你想想 这个就是 Trump 的一种预算 会不会一定程度上的 金额的 这个中国inflation 会有一些 我不会否认这种东西 但这个inflation 会 offset by employment and new investments and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US economy 这个地方 大家是一个好的循环 善的循环 这个就是Trump 的计数 虽然他要嘲讽 Bloomberg 那个总编辑 Mikovic 即他说 这个就是 我说到尾 就是这样的看法 你25年研究经济 你反对关税 我告诉你我支持关税 你错足25年 You are wrong 这样的地方 来和彭博社的总编辑讲 公开的Economic Club of Chicago 那个地方 大家看看 很精彩 大家看看 哪个对哪个不对 我和杰斯新松的常证 常证在这个杰斯频道的时候 也很详细分析过这个问题 哈利斯呢 现在的改变策略 就是说 要不断去塑造出 特朗普 会带来给美国 一个黑暗的美国 OK 如果特朗普当选 美国不得了 也都看到 你特朗普不断在你的Ready 播放哈利斯的一些影片 跟着呢 就说这个 alarming rhetoric 有很多的修持 有很多的说法 使得哈利斯很难堪 将他很多前后的矛盾 比较 将他说 no nothing on top of my head 这些说法 重复又重复 然后说到美国 多么失败 这几年 使得哈利斯非常难堪 哈利斯有句说话 就是在这个 刚刚说的这个 是 Wisconsin 造势大会 他不去那个 New York 那个聚会 他去了Wisconsin 他说 Donald Trump is increasingly unstable and unhinged and would stop at nothing to claim unchecked power of himself 意思就是 川普 就是越来越不稳定 和脱线 而且 就是完全 他会有 不受控制的权力 甚至 有人问他 究竟是不是 有些其他的电台 或者有些人问他 你是不是觉得 Trump 会归向这个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他说是 所以有几多左交 相信民主党的 这些左派的rhetoric 这些修词 就不断认为Trump 是一个 法西斯主义者 纳粹主义者 他连什么叫 法西斯主义 纳粹主义 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呢 他说你是populism 民粹主义 你不是法西斯主义 都是民粹主义 你知道什么叫 民粹主义 是不是 一个人 你可以说他大嘴巴 但是民粹主义 和Trump 完全扯不上边 民粹主义 就是说他说的 无理 然后用煽动的方式 催眠别人接受 一些无理的东西 他的东西 是不是无理 No 是不是 真正的民粹 是卡玛拉 而不是Trump 不要做责 喊足责 那这种 Joy Joy 欢乐 快乐希望神水便 快乐希望卡玛拉 一样的地方 他用快乐 来做这个 左交的动员方式 然后就说 他希望能够取得到很多摇摆州 关键州的一个主义 这个地方就是他希望做到的做法 因为刚刚说过 就是说 有人问过他 Charlomine Dagoad 的一个radio host 问他 问他能不能够说 Trump 是挑战着这个国家 希望将法西斯主义 带回美国 他说是 是 yes we can say 这个是很大的一种 侮辱 和很大的诽谤 而哈利斯卡玛拉 和他的团队呢 就是 讲到就是说 是 这个是 其他的议题呢 就是说 继续去批评 Trump 亦都是 亦都是 亦都是讲 他自己 检察官的故事 他自己 如何成长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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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天敏人的故事 那么 他批评Trump 就希望 就是 他这段说话 完全差好 在这个 Wisconsin Clos 那里说的 我读英文一次 中文翻译一次 给大家听 这就是他说的 去防止女人 去做关于他们身体的决定 Trump 希望呢 去挑战到 基本权利 和自由 和呢 自由地去 这个 投票 也都是自由地 免于这个所谓的 这个 枪支暴力的自由 以及 去呼吸到 新鲜的空气 饮用 干净 干净的 食水的自由 以及 自由呢 去公开地 爱你想爱的人 而且会有 自豪地 爱你所爱的人 即是同性的 LGBTQ 他不说这些 这些说法 这些说法 抹黑 Trump 谁说 send the military after American citizens 是after terrorists OK 那不是 像港共那样 标签 你们这帮黑暴 就是terrorists 不是这样 No OK 是说 Luthorist 国民警卫队 不是 海军陆战队 不是陆军 不是military 第二件事 Prevent women from making decisions about their own bodies 我再说一次 各州决定 这个联邦最高法院 已经决定了 这个判决 OK Trump 没有防止女人 去禁制她们 不可以做出 她们关于她们身体的决定 第三 Trump 是极度提倡 这个基本的 权利与自由 是吧 哪里会说 禁制大家的自由 何来法西斯呢 法西斯呢 法西斯最重要的地方是集体主义 集体高于个人 所有这些左派 其实法西斯主义 纳粹主义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都是左派 集体高于个人 man made rules 高于God made rules 也不识认为God的存在 没有神的 这个是左派 纳粹是左派 不是右派 是极左派 你卡马拉哈里哈里斯 在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你不断要审查 每一个 你说 Hillary都说明的 要审查 社交媒体的言论 哪个在妨碍中 例如我 本人 小弟 在Facebook 最近这几天的 所谓的触及率 大幅压低 压低的比率 只剩下平时的25% 为什么 因为我在Facebook 很多时候会将Fox News的贴出来 例如说 贴出来 Trump Harris 我写一句 他就会将流量大幅压低 尤其选前一两个月的时间 大幅压低 一个月的时间大幅压低 跟着譬如我一旦 将 譬如我现在YouTube 或者Patreon 这段片 放上Facebook 他就会做一个Caution Note 就是说 你有这些问题 Your growth is at risk 你的Page的成长 就会有风险 意思就是 如果你取消这个 这样的铁文的话 我帮你解锁一点 就不会受太大影响了 好了 即使你取消那些铁文 他一样不会将你的流量增加 试过的了 This is Facebook Hillary Clinton Hillary Clinton 就要 已经是这个 朱克伯格都承认了 是民主党政府 要他做审查言论的 那谁在妨碍我们的言论自由呢 特朗普何来妨碍大家 选择投票的自由呢 是哪个 Rake the election 你将原告变成被告 接着你说呢 特朗普是使我们 不会使到枪支暴力的问题 就是说 gun violence的问题 亦都关了特朗普 现在空气不干净 水不干净 是不是这样呢 是因为特朗普导致这样呢 我们没有办法的了 如果我们工厂进入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空气 会不会这样呢 亦都不会这样 亦都不是这样 你这个Green New Deal才是最邪恶 整把华尔加集团 直屋集团 深层政府做的一个生意 环保在左派来说 是一门赚钱的生意 接着你说 the freedom to love who you love opening and with pride 请问右派即使我 我未必是个同性婚姻支持者 但我绝对不会歧视任何个同性恋者 跨性别者 相性恋者 很多我认识的朋友 论伴 前辈 同伴 晚辈 都有部分 LGBTQ 其中一个 我凭什么 去妨碍别人 去爱他们所爱的人 公开地 自豪地选择他们的 爱的人 我们不会这样做吗 你说到婚姻的制度 是否要承认 还是要用民事的结合方式 成认 我们可以讨论 我认为应该用民事结合来处理 这个是我的立场 你不喜欢我们可以讨论 但你不可以说 喂 你叫桑普 你不知而同分 你就是垃圾 邪恶 魔鬼 所以 这种东西的话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我哪里 或者右派 或者是特朗普 何来去 剥夺 限制 love who you love openly and with pride 所以我说 这帮卡玛拉 Harris 说的东西是垃圾 如果那帮左派的评论人 一直抽着这些说话 这些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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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幕僚写好一些稿 给他看 这个地方就是 哈利斯 现在用负面动员的手法 来处理这件事 现在越演越烈 是会未来的竞选情况之下 会更多看到有关的状况 好了 另一个呢 值得一说的呢 就是Elon Musk 因为我觉得是很感谢他 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 因为他呢 一跳出来主动呢 为特朗普去竞选 那么他的处理表演呢 就给了宾夕凡尼亚州 就给了宾州 那么在这个宾夕凡尼亚州呢 他就做一个first solo 一个人而已 六脚气 就是支持特朗普 OK 那么他就在这个 Philadelphia 费城的这个市交 那么他会是 连续五天都会这样做的 那么这个 他都说得很清楚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Hats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 而且 也都是 讲了十五分钟的事情 接受群众的提问 OK 相当活跃 那么他出钱出力了 以亿计的钱去捐助给特朗普 也都看得到他自己是相当成功的一个梦想家 Dreamers 真正的Dreamers 不是那些 什么中美啊 南美的人 进到这个地方 变成Dreamers No 真正的Dreamers 就是这个梦想家 那么这个梦想家 他是不是真的很可靠呢 未必 因为这个梦想家 可能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够深 所以我经常说 就像余某春所说的 看四六年的长电报 四七年的苏维埃行为的起源 四八年的所谓的组织性政治作战的这种民势 The inauguration of organized political warfare 三篇文章George Cannon写的乔治肯南 就知道共产党在美国眼中是多么抗拒 当时在冷战初期的三篇文章是值得看的 不只是看毛语录 吸收了一些左胶读素 读一些好的书 了解一下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概念 Russell Kirk等等人保守主义之父 很多人都没听过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学习 我们不会读书 我们不读书 结果就是不断受到一些 人家想你要知道的东西洗你脑 不止共产党也要洗你脑 其实美国左胶都想洗你脑 很多人进到长春藤大学 美国名校 其实一样洗你脑 不止大学 中小学都在洗你脑 这个情况的话 我希望大家做家长的 可以站在更高的高度 学习更好的知识 来处理有关的问题 大家知道 马斯克这次演讲 令很多人都很触动 也能看得到 他说 This is literally the fundamental values that made America what it is today and anyone who is against those things is fundamentally anti-American and to hell with them 即是说 希望维护美国应该要做的事 甚至很多都说清楚 这个基本上是 美国生死存亡的战争 亦都是西方文明 Western civilization 生死存亡的一次抉择 我说得这么清晰 知道Elon Musk 不是一个很 即是怎样的 不是一个很懂得 讲话的人 我口才 我口才是不好的 Elon Musk的口才也都 不像Trump 那么好 但我们会这样说 大家 看到他说的东西 非常清晰 有说服力 以事实为基础 这个就是我做事的方式 也都是他一直做事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有很强的感召力 现在距离截止投票 即11月5日决选 基本上还算了18日时间 所以未来 那个所谓的干扰 很多事情 会继续存在 会继续很多事情存在 希望这件事 能够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一个抉择 是怎样做 另外大家会看到 就是 这个 美联社都报道 哇 你 Donald Trump有很多酒店 我去过他纽约那间 吃过东西 芝加哥那间 我也去过 吃过东西 我刚才去过DC 这间 他说在华盛顿DC的地方 有一间 Trump的酒店 就是很多 基本上想做法官 想做大使 还有那些 想寻求捨面大社的人 就专门入住 这个Trump Hotel 这个就是 众议院的民主党人 不断地说起这件事 那就是说 他是不是有利益输送来说 来做这件事 就是Trump Hotel 亦都这件事 是赚钱发财 我觉得这件事 含沙射影 按法律来说 打开门做生意的 谁来的 Who cares 接着你说 你这样做法 你是不是等于 收他钱 帮他做事呢 这帮人如果要告 要找到一件事 Quit Pro Quo 什么叫Quit Pro Quo 这个拉丁文 对价 所有的贪污 或者叫行贵受贵的案件 基本上一定要证明 Quit Pro Quo 是难的 就是行贵受贵 不是说 我给你钱 你帮我做一件事 如果两个之间 看不到对价关系的话 或者有合理的 一个证据证明 有对价关系的话 你不可以告他们吗 你告不入的嘛 那我的问题 打开门口 酒店 你随便找个人去订 做生意都可以 除非你有很多的书面的证据 比如message email 文字 口头说的录音 证明 现在今时今日 我住这家酒店 想做法官 想做大使 想去大社 然后呢 旗约 我给这笔钱 我住足十天 我希望呢 住足十天 换取 你可以给我这件事 你可以告他 你这样可以告他 但是你要证明这一点 基本上没有可能 而且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本来没有一物 何处惹官司呢 而这些人就专门炒作这些新闻 给些愚夫愚苦去做 跟左派的人呢 不外乎呢 不外乎呢 两类人 为主啦 还有可能第三 第四类人啦 一类人呢 是stupid 的 真的我觉得 我不是就是 偏心说啦 我只是在台湾那裡 或者在其他地方那裡 我见到那些 比较支持左派的人呢 他们可能很善心 我不是怀疑他们是坏人 他们未必是坏人 他们是很好的人 做很多好事 但是他们对于政治 对于人性 对于事实 是stupid 的 是愚蠢的 我说这些人要伤人 是吧 但是真是stupid 的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 吸收到新的知识 或者看到一些 更加真知却见的东西 阅历比较少 看书的阅历比较少 人生或者看书的阅历比较少 看一看单向道看一些东西 不能从多角度看一个问题 甚至我要刨根问底 看不同的人的意见 这个是愚蠢 另一些呢 是贪狼 就是专门是寻食的 那帮人就比较cunning 一些了 贪心又不是那么大罪 除非你今天 你是用这些事来犯法 那是另一件事 那每一个派系的人都有这些事情 我不是说右派的人没有这些人 不是 都会有 右派的人呢 也都要有他自己贪狼的一面 但是我会觉得 聪明的人呢 是比左派多 就是他们看东西精密的程度比较多 那比左派没有太多 你们这帮人狡猾 这个不是狡猾 而是说你看的东西有多通透 我们不是说for self interest 我讲这些 做这些节目当然我赚钱了 但是我只是说 每一个在做这个 这个YouTube Patreon的人 都希望他们讲些真知卓劍给大家听 真心相信的东西 拿出来大家将心给明月 那来行明月照靠他 有些人是这样看的 我希望大家明白 对俄乌战争的看法 对中国的策略 对关税的看法 对于刚刚讲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 那你觉得哪个人讲得有道理一点 自己去拿把尺去自己量度一下 我想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这些民主党人搞出一份57页的报告 就说呢 在Trump的一些豪华酒店里花钱 就是说一个是导致到这个 这个Trump总统有一个呢 赚钱良机 是pay to play schemes 是一些密谋的阴谋 就是说你给钱 我做事 这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全部这些含沙射影的抹壳 我希望这些情况呢 你当然可以做这样的调查 但是我觉得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我看回最后一句了 看回一些民意调查显示 我看回一个网站 大家去看 270 to win 270去赢 那他这个地方就比较是综合各路的民意调查 你知道左派民意调查比较多些 就是他做一个这么多的民意调查 机构了一个median 或者mean去做一样东西的话 其实Trump 你先不要算那些什么 不差范围先 你只是说赢0.1都算赢 可以这样说 Trump 基本上综合这么多的民意调查 情况来说 已经赢了270票 我记得他在Michigan 和在Nervada 是Tai 连0.1的差别都没有 但是你会看回 在Georgia 在 Nord Carolina 在Wisconsin 在Arizona 其实这四个州 已经是红色的赢了 我现在不是看特定的一个民意调查 是这么多的民意调查 中位数 那Trump 输哪两个呢 输哪一个呢 Pancilvania 我就说一次了 Trump 赢的是 Wisconsin Arizona Nord Carolina Nord Carolina Georgia 打和 连0.1%差距都没有 就是Nervada 和 这个 Michigan Trump 输的 0.2% 输的 就是Pancilvania 全部都是不差 而且中位数 全部都是这么多的中位数 如果这个情况是持续的话 Trump 已经赢了 已经赢了 那当然了 你说Pancilvania 拿不到下来 会不会可惜一些 所以我们要看实 我就再说一次 Georgia 是一个关键 最近有一位好朋友 以前在《苹果日报》那里 也做过事 孤恩其名 他就跟我说 桑普 你不要这么 定个台游 其实他也是Trump 的支持者 我们也是对共和党的支持者 他说你不要这么定个台游 这位评论人就说 他自己去驾车 前几个月 他现在住在美国 他前几个月 他去驾车 穿州过省 看到Detroit 是很破落的 他认为Detroit 是很破落的 很多垃圾 很多破落的东西 他发觉 有一些共和党的 呆黑的支持者 可能这一次不投了Trump 可能觉得Trump大嘴巴那方面的东西 同时他发现到 民主党有些支持者 不支持Karmel Harris 他们转投Trump 所以这次是无定向风 即是变成 你用传统的左右分隔的话 未必这么精准 去看到哪些人喜欢什么人 即是有些支持共和党 未必支持Trump 所以他宁愿投给Harris 或者不投票 支持民主党的不喜欢Harris 所以宁愿不投票 或者投给Trump 互相交叉 这个结果会出现 我看不投票的几率 几率比较低 总体投票率不会低 所以说交叉的情况会出现 尤其和我提醒的 一件事就是Georgia 现在很多民意料查 在看Georgia Trump都赢硬了 或者赢硬了 他说你要小心 因为他说呢 在Atlanta的市交 这四年是涌入了很多 左派的人 尤其那些呢 即是 会支持民主党 吃他奶水大的一班人 这班人包围在Atlanta的suburbs 当然 每个人看的都有局限性 不如看这个 Atlanta 即Georgia 亚特兰大市旁边住这些人 整个亚特兰大都有其他人的 甚至有一些 但是他本身是右派的人 由加州 远道去到亚特兰大 附近居住的都有 所以 一个人的眼睛 都是看到一个极限的事情 如果你说全部的比较 投票就最均真了 所以代表投票决胜负 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会觉得 我们不要这么单纯 看一件这样的事 美国的很多社会的流动 是fluid的 我们要的重要的地方 不是说你是哪个地方出生 你民意调查多少 而我通过这个节目 很简单 focus在一件事 是观念方面的事情 为什么我很不介意 说一些 比如说 对共产主义的结论 对于这个余博春的一些想法 对于一些 比如说 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迟点有机会 讲到四种 不同的 外交方针的看法 是不是 我在 因为我和 杰斯做新商 常常有时候都略有提及的 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呢 因为这些打开大家的一些 思想上面的一些horizons 一些限界 界限 希望大家可以进入另一个境界 用新的角度去看回美国的政治 这个就是我的错重 OK 一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 天下 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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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